信仰生活所需的真信仰 启示录3章14-22节 老底家教会的信仰 理当被主吐出 因此主劝他买火炼的金子 变得信仰富足 不冷不热的信仰 在今天的义人之中也存在 因为他们白白地领受了信仰 所以不会觉得他们的信仰 有多么的宝贵 因此神说责备的话 奉劝他们做义人 是他们看起来如同火炼的金子一般的信仰 从该段经文中 我们还发现 神希望亚西亚所有七个教会 都拥有相同的信仰 神吩咐说 有耳的都要听圣灵对他教会所说的话 从3章17节起 我们可以看出老底家教会 深陷自欺的泥台 认为物质财富的充裕和精神赐福是一样的 是他们的信仰带来的 对于这个骗人的教会 神锐利地指出 他们精神上的贫乏 不信 老底家教会看起来在信仰上富足 但事实上是一家没有信仰 精神贫乏的教会 他的信仰不冷不热 充满了精神上的傲慢自大 他热爱这个世界 胜过耶稣 启示录3章14-22节 说到了美徒们的生活 耶稣的真信徒 是那些顺奏和遵循基督之道的人 所有靠信仰 耶稣基督重生的人 都有资格做他的信徒 主希望我们大家都过上信徒的生活 我们必须认识到 这种信徒生活 事实上主早已赐予我们了 在这段经文中 主告诉我们说 他会吐出那些不过信仰生活的圣徒 正如15-16节所记载的那样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 把你吐出来 如果得救者既不冷也不热 我只能表明 他们精神上的贫穷 另外 这类人也不知道信徒的生活 无论谁 只要重生了 就必须过信徒的生活 我们必须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赎罪 这就是我们的拯救 那么得救和重生后 我们能得到什么呢? 我们得到类似于主的生活 顺从和服从祂的吩咐 追求祂的道 这就是信徒的生活 神强调圣徒的信徒身份 所以就责备老底家教会 说他们的信仰 不冷不热 不冷不热的信仰 是温水式的信仰 这种温水式的信仰 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 能为人类提供极大的安慰呢? 这是两头占有的信仰 既要保留蛋糕 又要吃上蛋糕 不冷不热信仰的人 尽管已得救 但不顺从耶稣的旨意 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顺从耶稣 但事实上并不是 这种信仰是墙上鲁尾 换句话说 它就被称为不冷不热的信仰 世人将这种信仰 看成是明智的信仰 这种信仰在世俗的眼光里 看来是明智的 但会让主呕吐 不冷不热让主呕吐 你不拥有这种不冷不热的信仰 有不冷不热信仰的人 既不能与神的教会联合 也不会与神的教会分离开 他们同时分与不分 他们的信仰生活就是这样 如果分个线 比如说在六十 那么他们会刚好调整至六十 不多也不少 如此过信仰生活的人 在精神上是贫穷的 正如第十七到十八节所说 你说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链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 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 塌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信仰不能不热的人 会将世界的繁荣 看成是精神上的富足 虽然他们感觉到自己事实上悲惨 疲倦 贫穷 但他们不能完全认识到 这些人认识不到自己 他们想 行 我是真诚的 通明的 我已得到其他人的认可 所以 我这样生活很好 并按照自己的标准生活 这些人对于这个世界是诚信的 但对于神的教会 是不诚信的 他们的信仰不能不热 所以神才会说 会吐出他们 他们上教会的最高目的 就是为了避免被辞退 他们只是在教会做礼拜时坐着 等礼拜一结束便离开 他们从不会自愿地参与教会的工作 即使参与了 他们也要确保是最小的参与 他们参与却没有参与 他们没有参与却又参与了 这些就是在精神上贫穷的人 主对这类人提出了这样的忠告 我劝你向我买火链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自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要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他告诉他们 买火链的金子变得富足 如果你真心希望顺同主 如果你真心希望 他赞美你的信仰 你就必须学习信仰 如何学习信仰呢? 你必须支付献祭的工价 并相信神的道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要买火链的金子 这意味着顺同神的道时 我们会面临许多的试炼和苦难 但这些试炼和苦难 因相信和顺同了神的道 而被战胜了 这样做 我们的心就被火炼了 我们获得的信仰 就会将神的道 看成是真理 并全心全意地信仰它 这种信仰 如纯金一般 为获得真信仰 我们必须支付献祭的工价 因为没有献祭的工价 我们不能学会信仰 换句话说 不仅艰难 我们绝不能学会信仰 如果你要成为信仰之民 过信徒的生活 因信徒信仰得福 那么 我们就必须支付献祭的工价 没有献祭 我们绝不会取得这种信仰 所以一开始 就有这种坚强的信仰 没有 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教会 根据神的道教导他们 并以神的道指导他们的信仰 我们必须服同 教会的指导 并真诚地追随它 这么做 我们就必须经受艰难 有时还需要忍耐 正因如此 靠接受神的道的指导 而成为了信仰之民 在信仰和传教中必须伴随着牺牲 但是因为人们不想牺牲 尽管他们希望学习信仰 他们不会有火炼的真信仰 为此 主告诉我们 要向他买火炼的金子 才能使信仰复读 只有你学习了前辈 圣徒们的信仰 并仿效他们的生活时 他能明白神的道的意思 如果你只在理论上 听了神的道 而实际上 并不顺同神对你的命令 如果你参与见证 祈祷和聚会 却实际上并不参与实践 你就学不到信仰 因为你的信仰很少 你会根据这个世界上 你自己的标准 去衡量出你的信仰 并不差 你会想 我已得救 我有钱 从长远看 我很好 所以 我必须比他人更好 是的 我确信比这些人好 你果真希望 学习像金子一般的真信仰 就必须支付牺牲的工价 很容易做到福同和顺同吗 顺同需要牺牲 奉献牺牲很容易吗 当然不是 如果你要避免被主吐出 你就必须通过牺牲去福同 但是 那些还没有学会真信仰 在精神上贫穷的人 绝不希望牺牲 为了顺同神 必须首先打破自己的思想 做不到这一点 即使时间再长 他们的心灵在精神上继续悲惨 由于认识不到自己缺乏信仰 他们只会在背后 得被那些在他们面前经过的圣徒 你必须学会真信仰 当你同视精神战役 并为神而战时 你的信仰就会得到经历 并会认识到 过精神胜利的生活需要什么 只有在你实际上已经历过 才会知道这种信仰 神则被老底家教会写道 你既不赤身肉体 也不贫穷 你既已得救 但你的信仰是温水 不能也不热 你具有的唯一 是你的拯救 除此以外 你别无所有 是不是神的仆人 或我们的精神先驱 之所以成为了我们的信仰前辈 仅仅因为时间的流失 而没有过信仰生活 当然不是 他们为主经历了各种磨难 既有欢乐也有悲伤 神指导你 那些人先于你经历的所有事情 你最终也要经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